大家好,我是幽靈中女術,文森也很好男 嗨大家好,我是幽靈中女術,嗨! 很高興又見到你們了 今天我要來修東西喔,修什麼呢? 修這個,Dyson吹風機 它是Dyson的第一代,HD01 那它的版本是日本版,是日版的 為什麼會有這個吹風機呢? 是我本人的女性摯友 她非常的愛自己 所以很常買這些東西送給她自己 總之在這個吹風機剛出來的時候 2017年她就在日本買了這個吹風機 然後後來用了大概三年左右吧 陸陸續續的就有一些使用上的問題 因為你在國外買的電器產品 雖然說通常是不會有什麼問題啦 但是有一些牌子她在販賣的時候 有銷售地區的限制 我不知道該怎麼使用 他們會在裡面加一些小小的機關 那這個吹風機我有先拿去給 專業的檢修人員檢修 大概花了一千二左右吧 確定它是電源壞掉 整個電線要被拆除換副廠的 當時的報價好像是四千左右 雖然說檢修費可以抵掉 大概查了一下它的材料 如果我自己在蝦皮上買回來的話 也是一千塊左右 那我就決定自己修囉 好不多說就來看看 我們是不是能把這個吹風機修好吧 戴這個 阿對了要先說明一下如果大家想在家裡 嘗試修理電器類的產品的話 一定要先詢問過相關的專業人士 因為還是有相當程度的風險跟危險存在的 要請大家多注意囉 而且它說 如果修好的話就給我用吧 因為它已經買了別的吹風機了 修好之後我大概查了一下 最好還是要買那個電幅轉接器 大概也要一千多塊 查能夠再維持它的壽命 否則很快又會再壞掉 盒裝保存得非常完整 不會是我的朋友 在新宿店買的 把它來打開吧 這個Dyson Dyson的吹風機 我之前也有去 就是詢問說 還有人在回收這個吹風機 大家可以回收多少錢 就是上去不值錢 它只有零件可能還可以拆下來用 這種東西就真的是 你錢花下去的話 就跟流水一樣不減了 它整個盒裝非常的完整 保存得很好 我覺得會怕Youtube保驗的點就是 我沒有辦法聽音樂 我們做事情應該也會聽音樂吧 那這一條線 是一般的長度 1米8 然後我新買的那條線 用來3米的 我先把它插電看看 目前看起來是沒有問題 他說大概用了幾次之後 它那個風速就沒有辦法再往上 我測試的時候也是一下 有問題一下沒問題 那今天我們的任務就是把這個 電線換掉 先把插頭拔掉 先墊一條毛巾 小小的小方巾 先把它墊著 我要邊看教學邊弄 其實這個影片裡面 它拆解這個才兩分鐘 不知道我有沒有辦法跟軍人一樣 兩分鐘把這個拆卸完成 它這個一轉就轉開了 然後呢 後面會有就是星星形狀的幾顆螺絲 就先把它拆下來 上次才講過說 我有多麼省的是不買這種吹風機的東西 說真的如果光接收朋友的吹風機 我應該 就不用買吹風機了吧 兩顆拔開之後 然後這裡有一個卡榫 這裡有卡榫 把它剝開 OK 這樣就拿起來了 然後裡面一樣就是有一些星星的螺絲 再考慮要不要買一個電... 呃! 再考慮要不要買一個電動的小起汁 好囉 兩顆 沒辦法直接拔 這邊好像要用東西把它敲開 所以我先用刀片試看看喔 它就是一個像這樣的零件 下面這個按鈕呢 用這個小小的一字來把它敲開看看 其實是蠻怕把它弄受傷 然後我把我的手給割端 好它大概長這樣 然後呢 我把我自己弄受傷囉 煩 這樣拆開就長這樣 好就可以把它拔掉了 這就是它的軀體了 軀體長這樣 然後後面有一些 也是一些星形的螺絲 再把它拔下來 修東西的時候真的很不適合講話 你不覺得人會流血真的是一件 很討厭的事嗎 我前幾天切檸檬的時候 才把我的手指削掉一片 當時呢 我正講完電話 跟一名正在曖昧中的男性說 不然我們就先這樣吧 才剛講完話呢 我就把自己的手指切掉囉 那時候心裡就在想說 哇塞 他們家的祖先真的是有在保佑他 這棉片是 我上面的 那為什麼不黏好咧 好下面還有一顆螺絲 這顆比較大一點 這顆是一顆大螺 這樣很多朋友會問我說 或是你平常生活啊 興趣是什麼 啊其實這個就是我心裡的 如果我不拍片的話 我在家裡都在幹這些 就順便把它拍下來嘛 只是在這個拍片的過程裡面 我慢慢的變得比較會自言自語 我覺得也是好事啦 也是好事 你們說對不對呢 喔它上面有一條橡皮筋 橡皮筋 我先把這橡皮筋撸到前面去好了 喔這樣就拆開來囉 大家看看 Dyson的內部 哇塞 裡面有一些貓毛有沒有看到 還蠻多的呢 各位Dyson也是會卡貓毛的喔 這還是要注意一下 我們就要來把這個電線換掉囉 垃圾管要先把它切開 我真的是一個用刀片很可怕的人 之前有被朋友講過 我自己也這麼覺得 以前小時候我們家是開電子工廠的 所以有時候也會接觸到這些電子的東西 我都覺得很好玩 垃圾管打開 先把這棉塊拿開 因為它實在太煩人了 我真的很會讓自己受傷 我又受傷了 噔噔 這醫治還真立欸 我搞錯 這電線有點難拔 夾得很緊 要稍微把它敲開一點 後面好像可怕 我已經兩個傷了啦 不加油啊 這電線死不給我開 就這東西啊 這東西 乖乖你乖乖 你好乖 幫你換個新電線 那之後我就會好好的愛你哦 哦 可以啦 哎呀 打開啦 你看 跟他說說話 它就會比較好開 好這就是我們拆下的電線 再把這條換掉 先把它這個殼 拿起來 來這個我們等下還用到 好的好的 來 整條線插起來就這樣囉 這個我們就不要啦 謝謝你的貢獻 謝謝你 我收到的這個就是在 蝦皮上買的電線模組 打開裡面長這樣 這個電線我是買三米的 它也是有附工具組 其實這個影片呢 它也是有傳給我連結 還給了我一個焊接機 除了它這個頭 不像這樣這麼好看之外 其他的幾乎算是一模一樣吧 你們大家在看我修東西的時候 會不會覺得這女人很奇怪 大家都覺得我興趣跟別人不一樣 還好吧 有很多男生也是會喜歡扮女裝什麼的 我只是修一個電器 還行吧 如果要跟別的女孩子聊這些的話 的確是蠻難交朋友的 蠻難的 要先把我們剛剛拔下來的東西 先把它篩回去 免得等一下裝不回去囉 篩回去喔 小乖乖 乖好乖 它上面有附熱縮套貼心 我剛才在想說哇我沒有熱縮套 那原本是一黑一白嘛 那它這個是一藍一紅 哇好像小丑女喔 我有一陣子指甲油都是 一邊紅的一邊藍的 那我們來裝上去囉 它剛剛說明影片又說 它這裡有個卡扣 要朝下的卡上去 先把這個難弄的電線 先把它敲開一點 希望不要再弄受傷了我 那我覺得大家如果真的 還是想修吹風機的話 像外面很多人在修Dyson的 你還是拿給別人修吧 我是自己喜歡搞這有的沒的 所以自己修 剛好我朋友也 不想花那麼多功夫去修了 那我就修到賺到嘛 對不對 誰不想要好的吹風機呢 能夠靠修修東西就得到 也是不錯的 夾緊 夾 好了 把它夾緊啦 接好了之後呢 這個 這條那個 那叫縮什麼 總之就烤一烤了 熱縮管 烤一烤就好了 然後把它放進去 卡好 這樣我們電線就接好啦 就像這樣子 那再把原本的東西鎖回去囉 先鎖著最長的螺絲 先鎖著最長的螺絲 我之前修的那一支吹風機啦 我之前修的那一支吹風機啊 如果你們還沒看過的話 可以點右上角去看 那支吹風機的風力 的確也是越來越弱了 畢竟也十年了嘛 如果這支能修好 我可能就用這支來吹頭髮了 好了 再來就把它裝上去了 看起來是型的 這螺絲真的是 有時候會搞不清楚 這支能修好的話 就可以來試看看我的頭髮 用Dyson吹 是不是就會比較豐盈了順 Super rich 有人記得這廣告嗎 OK 這東西不是很好鎖好 就是它卡的不是非常完美 OK 所以就這樣吧 然後這個按鈕在這 按鈕 它其實就是一個塑膠片 再把它捏回去 你給它壓一會 好啦 我們現在就直接來驗收啦 要我把擦頭擦上去 第一次發現一個垃圾套 我剛剛有什麼沒烤到嗎 緊張來了 OK 整個測試都OK 它的燈亮也都OK 今天 開始就會使用它 測試看它穩定性夠不夠 那我應該也是會去買轉接器 去延長它的壽命 那今天我們換電線算是成功囉 耶 成功 我就要來講結論囉 結論就是呢 如果大家在國外購買電器產品的話 還是要稍微考慮到電壓的問題囉 也就是說如果你已經打算說 啊這東西我用了一年三年就OK的話 那也許是可以購買的 但是超過了這個年限也 它就會慢慢的損壞 很多時候我們都會在機器上面放乖乖啊 或者是當你有什麼不順的時候 你就會直接用碼的 那我現在用的方法是 呃好好的跟它說 我之前有一陣子還蠻常騎Wemo啊 還有GoShare去上班 所以你每一天騎到車子一定都會不一樣嘛 有一次是我停車的時候 我腳架一立起來 它就立刻倒了 然後旁邊所有的摩托車都倒了 我嚇到立刻把它弄好 然後有一個摩托車的鏡子碎掉了 我只要留紙條給那個車主 告訴他我願意陪這樣 然後再來一次是 呃下雨 有點微下雨的時候騎車 然後那煞車不靈 我從那個馬路的外側到這樣 用滑的 因為那個煞車它就沒有辦法完全煞 用滑的這樣整個滑到內側 還好後面的車子都沒有人撞到我 大家都緊急煞車我真的嚇到歪 從那次之後呢 我只要每次騎車 我一定都會拍拍這個 車子的椅墊跟它說 你好啊我們現在要去哪裡喔 那就多多指教喔 今天就麻煩你囉 我跟你們說 重職之後我再也沒有遇過任何交通問題 真的 我希望大家都可以多跟身邊的東西講講話 我覺得這招是蠻有效的 那我覺得在你表達感謝的時候 心情也會變得很愉悅喔 像我最近聽到一句話就是 送人玫瑰手留餘香 呵呵呵 在你說好話的同時 也把這香味留給自己喔 那大家就共勉之 像我剛剛在修理這個Dyson的時候 也是稍微跟他說 拜託你了愛你喔 欸他就莫名的弄好了 這小技巧大家不妨試試看 試試看不吃虧嗎 好囉那今天就先這樣囉 我們下次見拜拜 呃有很多朋友會說 欸那你修東西的時候 怎麼都不先上境遇 那我覺得現在資訊這麼發達的情況之下 你自己看東西 然後準備要模仿之前 自己應該要有判斷能力才對 如果你自己看了這個 修東西的影片 你想要自己動手來說 真的我也無法阻止你啊 希望大家都能夠自己辨別 什麼東西是可以學 什麼東西是可以學 那有些東西你看看就好了 有些東西你真的想動手做 有興趣的話 記得要先收集好資訊 然後問過專業的人 從小東西開始修集 不要那麼快就 進行高難度的挑戰 然後再來就是 嗯 不管做什麼事情 都可能會受傷的喔 像我剛剛就 弄了兩個傷口 我已經忘記在哪了 大拇指上跟這裡 就算只是螺絲旗子 還是你自己也有可能會讓你受傷的 這大家就要注意一下囉